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人 您看 您看这门 瞧这个天字 把那个天字重刷一遍 快点 快点 把这庭院都打扫干净 那边 那边 好 来 把这杠都放 放这儿 爹地 快点 快点 我乐意啦 这又是怎么个茬 我乐意啦 乐意 乐意什么呀 不行西式婚礼 你乐意啦 小姐乐意 穿旗装 你乐意啦 小姐乐意 梳梁把头 你乐意啦 小姐乐意 穿花盆底鞋 你也乐意啦 小姐也乐意 万儿她都乐意了 你没完没了的干什么呀 这事儿成的太突然了 我得问清楚了 要不我这心里都不踏实 哎呀 万儿 那一切照老规矩办 你都乐意啦 爹地 一丽莎白宝贝 你跟阿玛说 到底是怎么乐意的啊 要过程吗 要过程 我见着他了 谁呀 皇上 什么 皇上是一位尊贵的绅士 白马王子 能与英王相媲美的 真正的陛下 婚后我们将去欧洲生活 什么 公爵大人 请放心 他们很快会融入到上流社会 等等等等 这话 等日后再说 反正我们志趣相逃 好 换庄 眼里 我看那个洋教堂挺好玩的 到那儿结个婚一定挺有意思的 但庄师傅又不在这里 让英国使馆派了个差去了山东 弄得我也没处去问 陈师傅 你知不知道西洋人是不是都在教堂里结婚呢 皇上 这 这洋人是洋人 这是做不得规矩的 不是要照洋人做规矩 是朕自己的意思 朕看在教堂里结婚挺好玩的 咱们也应该在教堂里试试结婚嘛 皇上 这大婚是大事啊 大清的组织里都是有规矩的 这个玩笑可开不得 谁开玩笑了 朕的话就不是规矩了 现在不是文明受惠了嘛 外面人都管这西洋婚礼 叫文明婚礼 朕这回也得文明文明 师傅 你去帮我办这件事 马上去张罗把教堂给租下来 再去找意大利使馆 把他们的罗马教皇请来给主持婚礼 朕这回得风风光光的文明一回 这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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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你赶快去办吧 我 就这么定了 皇上 赶快啊 皇上 微臣可做不了主啊 我得和老太妃和百官们 好好议议 好 好 主子 您的膀子跟着这个身子走 千万别扭着 主子 您说这是怎么话说的 来来来 咱们再来练练做工啊 主子您瞧 您瞧 呦 您这么着可不成 来 主子 您的这个肩膀啊可不能歪着 这个腰啊也不能靠在背上 主子 恕奴婢不攻了 您的这个下巴颗啊 得稍微这么往前一点 您的这两只手啊 得这么放在膝盖上 把这手搭在腿上 来 主子 请您月言 月言 就是 这么微微的笑一笑 就像我这样 对就这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累死我了 不能这样 月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伊丽莎巴斯 你为什么要嫁给皇上过这种生活呢 就是 一点儿不舒服 那要不咱们 放松放松 嗯 好 好 咱们跳一段 你教我的舞 好吧 来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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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基督徒就不成 绝对不行 伊教徒的试验不可靠 他们的婚饮得不到猪的保护和祝福 不用他保护不就在教堂里结个婚吗 就这么个形式 不不行 这是对猪的亵渎 你在祖宗的身相面前能随便胡闹吗 没有别的办法了 朱匪成为基督徒 皇帝陛下 不如您干脆归异的基督教吧 那才这是弃安投明 变成真正的文明人 那朱就会保佑你了 不过你的婚姻美满 还有您的一切 所有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列强 都会帮助你恢复大清帝国的大业 看来我非得入教不可了 是的陛下 请您下决心吧 我可以帮您请来罗马的教宗 为您做洗礼 跟您主持婚礼 那一定会是震动世界的新闻 中国的皇帝在我的传说下 皈依握住基督 这是我多大的荣耀 怎么那么激动啊 来来来 坐下 坐下 so what should I do 陛下 请您抛弃一教 接受洗礼 一教 什么是一教 皇上 你原来的信仰 佛祖 是的 至圣先师 是的 官帝爷 是的 都把他们从庙里请出来 是的 还有太上老君 祖宗台位 该给那个十字架上满脸褶子的苦老头 烧香磕头 清主 饶恕这个孩子吧 这不成了入洋教了吧 那有什么不好 那也不行 宗教信仰不可改变 别的且不说 就凭着那个外国瘦老头子的模样 也没法跟咱祖祖辈辈膜拜的那些个精神法相相比 没有咱们那么富态 威武啊 预备支笔 阿哲 大婚就按祖宗规矩办 不得为之 请辞 阿哲 不是说好的当政方吗 怎么又改作小了 平常人家娶亲 那怎么也得是大白天呢 哪有这黑灯瞎火 偷偷摸摸出嫁的呀 这也太欺负人了 这嫁不去啊 还不定怎么欺负咱呢 文秀姐又不是嫁不出去 干嘛受这份气啊 咱不去还不行吗 好了 都这会儿了你还在这儿说风凉话 这不是给咱大秀添堵吗 文秀 你别听她瞎咧咧 好歹啊 咱嫁的呀是个皇上 别人还轮不上呢 我听说我舅舅家接比尔那个佟格格 前些日子也给宫里送过照片 可是他还没给选上 在家里哭了好几天 到现在呀还是神神叨叨的 妃子就妃子呗 叔主子 轿子已经到了 都快交丑时了 该上路了 皇上 皇上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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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tem tek两话 人道不面子 可不可以 肝肊子 淑妃文秀 共请皇上万福惊安 没了没了 你也累一天了 歇了吧 过两天我再来找你玩 皇上 明天的事你还多着呢 臣妾知道 明日要率领后宫 行凤迎皇后大礼 请陛下放心 早些了吧 是 主子 歇着吧 盈奉皇后 鸾驾仪仗到 荣儿快换衣服吧 荣儿 走开 荣儿 走开 都出去 都出去 荣儿 出去出去 荣儿 让我一个人带着 荣儿 真是不可思议 怎么还有一个淑妃 今日中国还存在多气质 快点快点 软架到了府门了 老爷您可来了 怎么了 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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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下什么赶快 翅膀不就结了吗 漏下了 漏下了 快看看 快看看 揉儿 揉儿 出去 出去 你 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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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莱保 皇后娘娘 蓉儿 蓉儿 阿玛对不起你 我没有告诉你 我 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 这个人疯了 圣地原谅他吧 老爷 老爷 蓉儿 你阿玛瞒着你 也是为了你好啊 对 就是 就是啊 蓉儿 你想想 那朝皇上不是 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的 这是规矩啊 在我们西方的皇上 就不娶那么多妻子 哎呀 虽然他们不明媚证据 那都阴着来 阴着 他们确实有很多情人 可 可 蓉儿 哎呀 你是皇后 名分 在哪摆着吗 啊 皇后正宫大老婆女一号 可同那个女人怎么一起生活呢 不可理解 行行行行 你算了你算了吧 啊 他们想在一起生活 能见得着吗啊 你说 什么意思 蓉儿 蓉儿 你看看 你看看 你一进宫就住寨 啊 楚秀宫 淑妃嘛 住寨 这儿 长春宫 隔着 隔着好几道工墙呢 恒是 得从咱们家这儿到后门桥那么远呢 你如果想见她 她就得天天给你来请安 你要是不想见她 你就随便找个茬儿 就把她打入冷宫 把她关进小房子里 那就 那就 那不就结了吗 啊 今儿个她就得跪着 恭恭敬敬的 把你啊 把你迎进宫去 我只讲三句话 第一 不让淑妃迎接 第二 我永远不要见到她 第三 这家PN都永远陪着我 我的宝贝 只要你答应进宫 一百个条件 那也不为过 来人 换装 来快点快点 快点啊 是这个 你们都下去 这 这 皇上 您大婚了 今后啊 有人惦记了 一会儿疼了 再也不用小名字伺候了 只怕以后求你啊 您也不用小名字了 你说什么你啊 以后皇后是你伺候 后宫三天都是你伺候 好 以后小名字永远伺候老爷子 不让淑妇子帅后宫秦奉领礼 这不明摆着不认咱们淑妇子的名分吧 连咱们这一大夫子奴才的脸面也没了 可不是吗 这干什么事啊 这堆得起书主子吗 祝您 不认可不认邮 明天见 随便 毕竟 数养 功领皇后圣驾 至 dije € 热祟 祝瞇 仇皇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做 我很好 你怎么做 朕 你果然是皇上 你好高啊 我穿着花盆底 你叫 伊丽莎白 对对伊丽莎白 对对 伊丽莎白就是婉容 婉容就是伊丽莎白 对 朕就是皇上 皇上就是朕 你吃不吃啊 我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你还有什么名字 我叫亨瑞 从教堂回来以后 我才起的叫亨瑞 亨瑞 good name 你可真是个开明的皇上 当然了 那你为什么 还要用什么阉人呢 太监啊 那是陋席 还有啊 你还要娶什么淑妃 大胆 怎么 你说什么 我说业人 住口 我没 住口 公园 闻名 使官太监就不闻名了 回答 奴才在 今后你就伺候皇后 奴才 别慌装 让你去你就去 奴才 奴才 这 快去 这 你帮我好好伺候她 这 我看你闻名不闻名 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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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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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抓抓 抓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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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 您什么时候吩咐我呢 我就再进来 小的告退了 回来 这 淑妃住哪儿 主子 这个 带我到淑妃那儿去 这 主子 走 主子 您这儿 您这儿主子 皇后起驾长春公啊 祝妃闻秀 恭迎皇后圣驾 走 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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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上哪儿啊 皇上在哪儿 我就去哪儿啊 得 皇后去老爷的那儿喽 主子 主子 我来回禀 启禀皇上 皇后主子要见皇上 喳 在这儿 在这儿 我的爷 小夕啊 慢点儿 盒子 盒子 启禀皇上 皇后娘娘求见 不见不见不见 走走走 喳 小心点儿 启禀皇后 皇上已经歇着了 请皇后娘娘娘去见了 先回去吧 走 咱们去见皇上去 叔主子 请回吧 皇上一大早就出去了 皇后驾到 你好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我是来给皇上请安的 咱们怎么想到一块去了 因为咱们都是伺候皇上的人嘛 什么 伺候皇上 是啊 难道您觉得不是吗 伺候皇上 皇后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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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瞧您 出来怎么不跟奴才打声招呼呢 您该把奴才给急的 叔主子 您也在这儿呢 魏公公早 叔主子 您瞧您今天的气色可真好啊 多谢魏公公关心 皇后主子 皇上出去了 二位请回吧 这么早皇上就出去了 我不信 皇后主子 大蓝 大蓝 皇后主子在这儿 你们也敢蓝 魏公公 那我们就先回了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 这养心殿外面看着比里面看着可气派多了 不过倒还危言 像个皇帝住的地方 可不是 这养心殿可真是个了不起的地方 咱大清朝自雍正皇帝以后 八个皇帝的秦宫和助力朝政的地方都在这儿啊 是吗 主子 您闻一闻 这屋子里还有康熙老太爷抽到烟卷的味道呢 我怎么什么也没闻见啊 您那使劲闻一闻吧 哎呀 我怎么闻到一股子没味啊 胡说 哎呦主子 您瞧我怎么能这样跟您说话呢 我该死 这是什么呀 这是皇上的宝座啊 我来坐呢 哎呦主子主子 主子 您可不能坐呀 这个座位是皇上一个人坐的 别人都不能坐 坐了会怎么样啊 会折寿啊 折寿 我偏要坐 哎呦主子主子 这屋里是干什么的 这是东南阁啊 哎 哎 这帘在后面是干什么的呀 主子 这是老佛爷当年垂帘听政的地方 您不知道吧 垂帘听政 嗯 听说过 累不累啊 哎主子 可千万别乱说 哎 怕什么呀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垂帘听政呢 哎 哎 皇上 您这么早就回来了 皇上回来了 哎 我正好要找皇上呢 主子 主子那不行那也不行 怎么了 皇上要是知道我把您带到东南阁来 非把我打死了不成 怕什么呀 皇上要是问你 你就说是我自个儿进来的 哎 哎 主子主子那还不行啊 哎 这宫中的规矩您还是不知道 什么规矩啊 哎 主子主子您看这样好不好 咱们先到那后面躲一躲 等皇上走了 咱们再出来 您看好不好 有主子 嘘 好威风啊 这是皇上的卧室啊 是 这是皇上睡的床 是 哎呦 这床也太硬了 主子主子 您快下来吧 你怕什么呀 这床不就是让人睡的吗 这可是 这可是龙床呢 这可太不舒服了 一定是你们这些奴才没做好 才让皇上睡这么硬的床 奴才哪敢呢 啊 外面洋行里多的是喜闷思 随便弄一张一笔这个书灰啊 喜闷思 哎 北京的婚纱可真大 哎 老太妻 老太妃圣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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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瞧瞧 你瞧瞧 这孩子长得可好 可富贵 我跟你说 你还不信 这做皇后和做妃子啊 这都是命 这命啊 就长在脸上 长相好 还说得过去 这富贵嘛 可就看不出来了 你瞧啊 这孩子的脸盘这么大 这你就不懂了 你瞧他这张脸 像满月一样 圆圆的 多精神呢 女孩子家 图的就是个喜气 这圆就是福 福就是圆 你懂不懂啊 这满大街上啊 圆脸的孩子多的是 穷人家的孩子 十个 有八个是圆脸的 我也告诉你 这福气和贵气 可是不同的 我看这孩子 就贵不起来 我呸 你这是吃不上葡萄 说葡萄酸 我呸 明明是酸葡萄 还不认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二位皇额宁 我觉得你们就像 小孩子一样 是 他是个老顽童 你才是个老顽童 你是 你是 我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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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这又是去哪了 养心殿 干嘛 去见皇上 他在吗 先前不在 后来又回来了 你去那干嘛 你知道 这四床养心殿 是犯了什么规矩 该受什么刑罚吗 看你把孩子吓得 孩子刚进宫 看什么都看着稀奇 不要说的 不要说的那么严重 那好吧 我告诉你 你现在已经不是荣原家的丫头了 你现在是皇后 皇后你懂吗 皇后要母仪天下 要懂规矩 所以 到了宫里 就要把你的小姐脾气 得改喽 快点 小民子 你说这蚂蚁来来回回走来走去就不累吗 要是换了我走一趟就累死了 这蚂蚁要是不走啊 你可能会死吧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就是没见着蚂蚁停下来过 这蚂蚁也会去亲 这蚂蚁跟外四爷一样 一只公的和一大堆母的 胡说 我就没见过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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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小民子 这个鞋我就穿不过 这个这个小民子 看这个 别怕四爷您看 这一只就是公的 你怎么知道 哎呀你看 她鸽头 比别的都大呀 哎呀快放下不然她就死了 皇上 小民子给皇后组的请安 快 你来这里干什么 你还记得我呀 这两天白天晚上都见不着你 这这这这 我还以为你在忙什么国家大事呢 你们在干嘛呢 玩儿 玩什么呀 你自己看 看 除了一堆蚂蚁 我什么也没看见啊 我就是在玩蚂蚁 蚂蚁有什么好玩的呀 那你说啊 什么比蚂蚁好玩 好玩的事多了 唱歌 什么 不好玩 跳舞 不好玩 打牌 骑马 这些都没有蚂蚁好玩 蚂蚁比人好玩 魏公公呢 她怎么不跟着你啊 我不让她跟着 她这两天一天到晚教我规矩 什么见到大臣行什么礼 见到皇上行什么礼 见到额娘行什么礼 都快把我给逼疯了 你来多久了 两天 两天就烦了 我在这里都十六年了 走 扬车 走 快点快点 够漂亮的了 别捣着了 别捣着了 魏公公 有些事情我想请教您 您说 您以前伺候过那么多宫里的人 他们有没有开过记者会的 他们都什么样啊 据老奴所知 这在宫里可是头一遭啊 头一遭啊 嗯 魏公公 那您说照相的时候 我是像呢 还是不像呢 怎么漂亮 您就怎么照 可 可是我是站左边 还是站皇上右边呢 男左女右 站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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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是皇后主子站的 我得站左边 那那就站左边 站左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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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们又没叫我 我去干嘛 三 二 一 你又吓到我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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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真的一个样 今儿可给万岁爷争大面子了 真的 说非半路逃走 他准是怯场了 他呀 就是没主子您见的世面多 忒吐气了 以后咱们要经常开这种party 主子 您刚才说要开什么t 谁跟你说话了 奴才该死 好了 我累了 要洗澡了 皇后要沐浴了 更衣 你跟着我干什么 我得伺候主子呀 洗澡间在哪 主子 您是不是说 那个澡堂子 可以这么说 在 在西六所的大榻榻 可那是奴才下人们 你说的那个是公共浴室 我问你我自己在哪洗澡 您不是吩咐过吗 要带什么自来水的吗 真是一头雾水 我在哪洗澡 您在内屋 您的寝宫啊 寝宫 主子 奴才早就预备上了 特意为主子挑了一个老太后当年用过的 大号双人 相张沐浴桶 凉啊 热了的 您再吩咐他们给您兑水 您可千万注意 觉得合适了 您再入狱 可别烫着 您也可别记着咯 你说完了吗 你就让我在这个卧室里 用别人用过的旧木桶 洗澡 怎么 这也太不讲卫生了吧 主子息怒 您息怒 关联